大導演克里斯多夫諾蘭最新作品天能 排定于7月17号上映 是否会延期还是未知数 虽然如此 好莱坞已经开始规划 新型的红毯首映会宣传活动 希望在安全的前提下 让演员与粉丝以不同模式互动 导演克里斯多夫諾蘭新作天能预告释出 由约翰大卫华盛顿饰演的角色 发现了扭曲时间的能力 全片以时间作为关键元素 重新解构这个世界 包括罗伯派尼森 伊丽莎白代比基 肯尼斯布莱纳以及米高肯恩 都参与了演出 但是剧情与角色彼此之间的关系 依然保密到家 疫情期间 好莱坞大片纷纷改期延档 排定于7月17号上档的天能 能否如期上映还是未知数 然而随着城市逐步解封 宣传重头戏红坦首映会 要如何安排 好莱坞正在闹力激荡 或许有影员愿意戴口罩走红坦 将口罩化身为新的时尚配件 不过纽约一家维安服务公司表现 有些影员此刻不愿意参加任何宣传活动 好莱坞活动计划 1540 Productions公司则规划 让演员在特定区域下车 与事先挑选的粉丝 透过LED荧幕互动 或是以汽车电影院的方式 让演员将车子停在前排 或坐在野餐坛上 透过视讯与影迷互动